鸳鸯鸣 原料有鲤鱼一条 姜片十克 熟瘦火腿片十五克 冬笋片十克 水发冬菇片二十五克 胡萝卜丁 姜丁十克 黄瓜丁 葱粒十克 葱花蒜片香菜叶五克 调料有料酒二十五克 醋酱油番茄酱五十克 精盐五克 干淀粉二十五克 味精一克 白糖二十五克 白糖二十五克 鲤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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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去鼓 去骑 鱼肉打花刀 加入料酒 盐 味精 葱 姜 然后蒸锅上火烧开 将鱼放入锅中 蒸约七分钟后取出 碧去鱼盘中的水分 磕一个鸡蛋 将蛋液抹在鱼肉上 进行熟处理 锅中加少量底油 加入酱油 料酒 白糖 胡椒粉 味精 清汤 倒入切好的冬笋 冬菇 音符菇 还有火腿 淋明油 香油 勾入水淀粉 淋在鱼的一侧 锅上火加底油 放入番茄酱 精盐 胡萝卜丁 火腿丁 葱栗勾芡 再放入黄瓜丁 糖 倒入鱼的另一侧 最后用香菜叶加一点缀 鸳鸯里制作的关键是 在剃鱼挤鼓的时候 刀要紧贴着骨头 注意不要损伤了鱼肉 它的特点是鱼肉鲜嫩 一鱼两味 咸鲜甜酸